说董事董事董志诚 我比台积片更董志诚 反驳从没发生过 强调没有大小声 但或许最近跟银行的接触 真的比较频繁 毕竟董志诚才刚当一年多的股迷 股票就大涨 台积电加上其他股票价值五六百万 股息每年能入贷超过十万元 我五十五块买的 现在快到七百了 不知董志诚 秀海海有小子女发文 说自己在两百多块的时候 入手台积电 五六百元陆续卖出 破七百三的时候 清仓投报率超过百分之两百 直呼谢谢台积电爸爸 这一刻等了四年 但到底要什么条件 才能当VVVIP 你去费款的时候不用手续费 或者说你去费款的时候 你去这个贷款的时候 有一些责扣 当然个别一样有不同的 对待客户划分的标准 但是他们不会用什么VVIP VVIP来划分 专家点出VIP资格 通常是以资金资产状况 跟过去往来情形来判断 顶多跟特定分行比较好 才有更特殊领域 VVIP或者是VVVIP 恐怕就只是个人定义 TVBS新闻 亮男嘉婷台北从博斗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VIP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